女人就应该狠一点 海兰的绝地反击妆也太美了吧 刚入宫的海兰是个小透明 心思也只在姐姐身上 不善打扮 装扮自然素性些 窄小的漆头上点缀着翠绿的郁脏花 搭配白色的珍珠耳饰 清新脱俗 和前妻不争不强 内心纯洁的海兰十分符合 跟随如意入宫后 海兰成了扎龙的海长寨 她出入宫中人微言轻 受尽了高熙悦的欺辱 但是海兰的心思都在如意身上 就因为姐姐喜欢梅花 所以海兰的衣服头饰 也大多都有梅花元素 煮什么衣裳都喜欢梅花纹的 和从前一煮一样 看看这才是真爱呢 又因为海兰在剧中 是一生追随如意的设定 而如意最喜欢紫色 海兰的衣服就多以蓝色为主了 两人同框 那叫一个绝美 如意被打入冷宫后 海兰失去了靠山 后来知道是贵妃和皇后联手 陷害如意 一向软弱的海兰痛定 撕痛了一个晚上 终于奋起反抗 第二天醒来就大变身了 精致的弯月器上 搭配着珍珠流苏 挑出上好的拆环 不论是服饰造型 还是气质谈吐 都和以前大相径庭 海兰得到皇帝的宠爱后 服饰也逐渐鲜艳起来 一袭红色螺衫 其头上的珍珠流苏摇曳生坠 手捧着芦苇深思的样子 不知道扎龙有多心动呢 海兰怀孕后 穿着的青绿色衣服 衣服上同样绣着梅花 这是为了让皇上 时刻记着如意 事到如今 还能想到用如意 最喜欢的梅花争宠 这手段可太细节了 不愧是后宫中 隐藏的宫斗王者 如意出冷宫以后 海兰参加宫宴的着装打扮 是非常有身宫贵妇气质的 满满的点萃 和典雅的梅花发簪的垫子头 此时的海兰已经没有了 往日灿烂 与世无争的笑容 满心满眼 都是宫斗心机 她为人母后 服装头饰又有了很大变化 三气氛的海兰小天使 较大的棋头配着点萃 少不了的 还有那朵盛开的绿梅 典雅又不是可爱 海兰风飞后 她的棋头变得更加华丽 点萃放在了中间 配饰多以蝴蝶为主 蓝底黄花纹服饰 表面温柔娴淑 骨子里却比任何女人都要坚强 王阿哥最受重视时 也是海兰的鼎盛时期 她的棋头造型 无论高度还是宽度都更胜往日 点催头饰也非常多 几次行棋头上 两朵红色莲花并递盛开 蝴蝶欲簪栩栩如生 华而不俗 如意断发 海兰守在衣空宫前 胸前佩戴的玉佩 刻着如意 与如意是谐音 诗想表示自己一刻都忘不了如意 这一细节才是这段的看点 勇气离世 此时的海兰已不再年轻 两变斑白 头顶覆盖着圆形盘发 点催头饰 也改成了素银簪 中间的红珍珠 却格外出挑 可见海兰的品位是相当高 海兰从一个胆小的弱女子 一步步变成了老练冷静的后宫女人 像魏燕婉说的那样 身处着后宫 谁没有狠读过呢 如意身份再尊贵 为什么齐头只有一边流苏 剧中如意是孝敬贤皇后乌拉纳拉式的侄女 又是扎龙的青梅竹马 深得宠爱 尽管后期如意坐上了后卫 享受着皇后该有的一切制度时 她的齐头也一直只有一边流苏 而太后和景色却是双边黄金流苏 如意和扎龙少年相识 又是彼此的初恋 却因为甄嬛和四大爷的黄泉压制 她没能成为扎龙的正妻 扎龙封为宝亲王后 如意以侧福尽的身份嫁给了她 等到她继位后 如意又因为姑母因毒害孝敬皇后之使被揭发 无法侧封为妃 只能在前邸内守孝三年 直到傅察郎华死后 如意才慢慢坐到了皇后的位置上 在后宫中 服饰装扮有严格的等级之分 只有皇室中人才能佩戴双边流苏 那作为正式的皇后呢 不仅可以佩戴过肩的金色双边流苏 还能戴九尾凤的凤殿和凤冠 虽然如意成了尊贵的皇后 行皇后之责 而如意心里在乎的 只是和扎龙生同亲死同学 她向往着纯洁的爱情 而不是得到作为皇后的待遇 尽管如意圣宠不衰 也只有单边流苏 最多在另一侧佩戴不瑶或者小流苏 剧中很多妃嫔佩戴的 都是单边流苏的齐头 约是贵女金玉岩 儿子也得扎龙喜爱 而齐头再大 也没戴过双流苏 令扎龙痴迷 拥有非一般戎宠的寒香剑 还有家世应和的蒙古小公主颖妃 也都只是一边流苏 因为她们等即在这摆着 确实是没有资格佩戴双流苏 而甄嬛作为扎龙的母亲 后宫地位最高的太后 自然就是可以佩戴双边黄金流苏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凭借寿字双流苏不瑶出圈的景色 这一身的尊贵程度都快赶上太后了 那是因为景色是正宫所处的笛长公主 又备受扎龙宠爱 她的规格自然能和她的黄鹅娘一样 除了这三位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高新月同样有双流苏造型 她虽位居贵妃 却也只是妾室 那原因就该从甄嬛说起了 当初扎龙继位后 为了稳固朝堂 大臣们提出和亲 而高新月的父亲高斌 尽言力挺让龙月和亲 这可是甄嬛亲生的嫡女 和亲公主结局大都很惨淡 龙月出嫁后 甄嬛数十年都没有见到过女儿 自然把这笔章算在高斌和高新月的头上了 高斌在前朝位高权重 她便恃宠而骄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她佩戴的双流苏齐头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尊贵了 可实际上 这就是甄嬛在捧杀她 皇后对她心存了借地 高新月的日子 必然是不好过的 小高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一直受着皇后和太后的算计 最后还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几百年前 娘娘们的珠宝首饰有多潮啊 虽然前妻如意的造型挺雷 但不得不说 剧组对耳环的审美 还是很在线的 首先我们从最位高权重的太后说起 她在千居寿康宫时 耳上手势很别致 类似于中国节的翠兰银饰 连接着琥珀色的玉环 加上两颗红宝石 和小金球的点缀 显得古色古香 但是细细一看 这造型真的不是米奇吗 还是带钻的那种 我们再来看看傅茶郎华 前妻她在宫中提倡节俭 服饰都是朴素淡雅的 她刚坐上后卫时 并没有戴上张显身份的一耳三钳 样式多为简单清丽的翡翠 更像是少女所带 但是有了儿子之后呢 在后宫就要戴点显身份的首饰了 此时几乎都是一耳三钳 多是玉珠宝石等珍贵材料 端庄大器显身份 不愧是一国之母 但是最名贵的一副 实属惊环香东珠儿饰了 傅茶皇后身着红色绸缎集服 出席册封礼时就是这副 类似五般花形坠盖着珍珠 而这正是正气才能佩戴的冬珠 这样一副华丽的耳环 可是后宫其他嫔妃求之不得的 皇后难寻食已病入膏肓 事情几乎都交代给宿恋和怜心 但围夺耳环是她自己亲手戴上 这也是有说法的 因为冬珠极为珍贵 非奉旨不得娶 宫女是没有资格碰的 和我一样想据为己有的举手哦 傅茶郎华下线后 如意当上了皇后 她对索心被人动行腿残一世 一直怀恨在心 等到后妃第一次开大会的时候 她终于开始秋后算账了 正好可以借此立威 金玉言的暴影也终于来了 如意并未直接说惩罚她 而是赐了她一对心耳坠 就是要让她当面出丑 让她时刻牢记自己做过的蠢事 此时拿出的耳式勾针 比寻常的粗了好几倍 平时只带缩耳坠的金玉言 耳动太细根本带不进去 而如意的容嬷嬷发话了 戴耳坠原不用劳碌家贵妃 穿不穿得近是奴婢的本事 肯不肯让奴婢穿 便是家贵妃自己的心 此时容嬷嬷就要伸手给她戴上 如意在上面看 各位嫔妃也在忠告 金玉言不得不戴 粗手粗脚的嬷嬷 扎得金玉言呲牙咬咧嘴 金玉言用力推开了嬷嬷的手 她只能乖乖坐下 容嬷嬷上手戴 金玉言两只耳朵被穿得鲜血淋漓 看来耳坠不仅漂亮 还伤人呢